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即時工糧,我是林子彤 這個環節繼續我和Stanley在這裡 大家好 有任何股票上的問題可以打來204-6566 問候專家意見,有足足問題的電郵 去到ASK的Bash Channel Club 或者WhatsApp到91571428給我們 Facebook上的準直播 大家可以幫忙和分享影片 有問題,留言會盡快解答大家 今天是北水回來 但暫時拉鞋狀態比較多 恆治跌39點,18434點 國企指數跌29點,6518點 大股成交10點半也有541億 看看A股,今天伏市表現好像不錯 剛才看上升1-2 現在上證升大約1% 深淨成分指數升大約2% 護深升大約1.5% 我看到好像北向的資金 今早早也好像多 有100億 我看到這個推動 怎樣? 今天回來的市場有沒有 你覺得感覺如何? 即是北水回來 但也沒有說 take profit 拉鞋 拉鞋 好像好 好過大家想的 之前上星期五 大家很害怕 怕它回來後 就會沽下來 我想又不可以用怕去形容 但只不過 市又 我想比大家想像中更加有一個 叫做 銀利 你看到 好像A股那邊 這個就很明顯的了 是追回這幾天的時間 港股的升幅 是 但你講過這一邊 有些叫做 跌不下 其實今早都很明顯的了 即是你見到 即時的時間 有幾棍是 跌過下去的 如果你開過 一分鐘的台體的話 是跌下去的 但只不過就叫做 跌不下 還有 我想那些拳重股那些 叫做 還是很硬盛 即是你看到有波恩 甚至乎科技股 那些都叫做 起碼頂多一下 起碼你看到那些 美團那些差一點 但你見到 譬如說 這個 騰訊那些 那些還頂得住 但是這個 美團和阿里又叫做 稍微跌 這些 其實又不跌很多 所以你說 市現在 不像在那裡拉他 不過 Kelvin 都 應該說得對 即是 悶到想睡覺 也不一定是 不過 剛剛你說 你剛剛好像說了 市 先不知你說了一句什麼 先說 我和女骨 粗壞要跑 我好悶 是好像現在 拉腳一點點 不過沒事的 就是等市 等它現在 叫做 好像 調整一下 調整一下 升一波 這一下 即是 大家這一下 也都 每個程度上 都預算了一個市 可能會有些調整 那麼 看看是否真的 會訓練這個情況 因為 我想早段的時間 現在 你說那個方向性 是不是很明確呢 又不只是 起碼市 你見到 你這一回合 再彈上去 好像沒有力 好像沒有力 但是你說跌又跌得不多 變成先拉鋸一下 我覺得沒什麼 即是 始終市升多上來的時間 再升我固然開心 但是 大家也會明白一件事 市又不是 真是 只升不跌的 是 回一下 我覺得 我反而覺得沒什麼 要不要去回一下 OK的 嗯 有很多人 就是說上個星期 我們的市 那些成交都OK 都是一些外資 熱錢也開始慢慢流入 去部署港股 你自己 你感覺到這個情況 看不看到這個情況 部署港股 嗯 很久沒有聽過熱錢 這個 term 不是 我上八 拍了那段片 我都有說這件事 其實原因 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說是否熱錢 你看一下 未來這兩個星期的時間 那些錢是否真的 可能你說 成交量 加上這兩天的時間之後 成交量就縮回了 假設成交量縮回了 你可能當那些錢就走了 但是 沒有的 你熱錢都是看看 那些地方有什麼炒作 這個市現在叫做好一點的時間 就是OK 你有些錢來炒 炒了兩轉 又沒有什麼 你說 那些這樣說 現在這個市 是為什麼這一下升上來的原因 他們又當是 有些資金去炒 但是資金 你又怎麼當是 Defi 或一個熱錢呢 那這樣就不能去 怎麼說 你不能去證實這件事 但是你只可以說 成交量的而 的而車櫃大了 那你就當是資金可能炒了一下 那麼 那麼GEV上個星期五很厲害 是啊 通常 美國昨天上星期五 美國也打得厲害 也不是GEV 根本上是 整個市場氣氛 你見得到 其實是 是很OK的 那麼 最厲害的是Apple Apple真是厲害 沒有的 就是當你又回到股份 然後你又說派七 那樣東西其實你 那個價格也一定能成功 那除了去市外 你見其他全部都股都很厲害 所以 沒有啊 不知道楊太太有沒有買 我記得楊太太股份了 我記得楊太太股份了 他好像沒有 他轉了去輝瑞 所以是 都沒有所謂 就是基本上你 那隻責完之後 股份了 就再找其他東西再買 因為 我覺得GEV 馬上太厲害了 以這麼短時間才這麼多 就這樣貨都真的沒有貨 最重要的費用就先放下袋子 減息預期呢 你自己怎麼看 沒有變過 沒有變過 我不會因為 一個數字 還有因為 這樣說回來 到底都真的叫我 在預期之內 我不覺得 我不會因為這樣 又說什麼加減 我早就說了 不會因為 現在出這些數據 另外的信心 會動搖 沒有什麼 等於我對美國一樣的 你叫我對美國的 其實都挺堅持 例如說 我沒有提到這麼多 所以就像你說 這一下 打完上來也好 那 對我自己來計算的話 沒什麼 更好 因為現在 剛剛叫做 之前加了一些倉 雖然 軍工股 那些東西 LMT 去哪裏 去哪裏 差一點 又不算多 一兩元 跌幅又不太大 但其他股票可以 又沒有什麼 所以沒有 反而港股這邊 我都看不通 這一兩天 都會不斷想一想 港股搞什麼 究竟是不是要加倉 但都不行 我是看不通市場 搞哪裏 所以反而港股這邊 我又不會特別去加 不需要地安穿 有機率都是 都是減少些貨 是啊 現在18,400 18,500 下一個位置就看19,000 但是左力都應該大 過了 先站好 先站好 始終我聽到那句 不要因為這陣子升市 那麼快 我覺得 始終有很多東西 不是因為 你升市這樣算 你升市是市場的氣氛好 但是有些事情 就是你的基本面子 如果你還沒有灰潑的時間 其實都不需要 不會特別去隔著 甚至乎去買 等於雙湯 用雙湯一個好的例子 就是說 你不會因為去升 你覺得其實好 只不過你去升的時間 你很炒 炒和你真的要投資 真的是兩天來的 所以沒有這些股份就有去升 等於市量而已 你不會因為 你可能只要說 你升了很厲害的時間 當作短炒的 你說可能當作 炸了轉 我不是說不行的 那就等於市量而已 等於有一個例子 你升上來破一些位置的時間 我就追了一陣 但是既然炸了錢 走了的時候就算了 雙湯都是這樣的情況而已 所以 雙湯就正好 是反映市場的情況 真的挺好的 你看到他那價不斷升上去的時間 但不等於是好 可以有股價 必然是OK 但是有去上下 沒有所謂 我是怕他補回裂口 市場補回裂口 他可能補回裂口 再補回裂口 大家還沒想到 有沒有東西可以再買上來 其實沒有問題 就是怎樣轉 減一下榜 賺了一千萬一袋 沒有所謂 我不怕 阿力說八卦三開到車 也不是很多 因為現在 他升了上來的時間 變成你可能跌一落幾毫子的時間 你看到好像很多 但是都是2.0% 不是特別多 Tony就問星期五 浪花的數你怎麼看 浪花的數 其實比相當中還差 真的 但是美國的數據就這麼有趣 其實他的數據出來差 對於美股來說 其實對於美股來說 其實是一個 很完美的 因為之前的時間 所以數據 你出的CPI PC 是相當的比較高的 但是你那天出的數據 其實 就是浪花的數據 其實是三個數據 包括你那個 西面率 然後那個叫浪花 然後那個薪酬的增速 都好像盲 都可以差過預期 你變成之後 又好像反映了很多 譬如通脹的壓力 你可能有機會會舒緩 其實你這件事 你可能慢慢反映了這個狀況 所以 我說這些數據 出來我覺得 如果你是打破經濟環境也好 美國也好 是一個挺好的狀況 你可以說 他的經濟狀況 好像有些轉差 轉差一點 但是又差不完 因為你等一下 跌得很厲害 你只會慢慢跌下去 還有不知道 因為他昨天說 我覺得有些貴智性因素 有些關係 所以變成 沒有啊 我覺得數據出來 又不可以叫做差 現在你這樣說 以示範來說的話 我覺得OK 找得OK 是 但是Tony 你沽了它 你要回本一 可以立即過 F&Ci 是實在太錯了 如果你說本身 你說要依照業績 業績去看的話 我又不可以說它真是差 因為民心說 那個增速是有的 今天我們說到它是對的 ARM 今天說到它出業績 其實就 好像星期三 星期四 都是重要的 但是 無法沽了就由它 看看這幾天的美股如何行動 但是 是的 那麼 先 我們有很多電話 有很多電話 不如先 我們有很多電話 現在市場 今天是這樣的 聽聽羅先生的電話 羅先生早晨 好啊 早晨 羅先生想問哪隻股份 939年價入貨 先說 好 上課多少 主持價多少 好 問一隻建行 是嗎 是 羅先生 你本身已經有貨嗎 現在沒有 想進 好 想進 你只是未有貨 但想進去擺長線 收息 是嗎 是 是 好 因為它的股價 都真是 已經彈了一陣上來 你說現在才追貨呢 我覺得有點遲 可以擺長線 不如這樣 步處策略 因為 健康的股價很小 都算是漂亮的 這一輪的時間 我本身對於羅人的看法 就不特別好 看得很正面 但我又明白 有些朋友想買來 我們當是收息 不如這樣 我建議的策略 就是這些位置 你可以想一想 你想想 你能否先進去 我譬如當你 有些註資金想買 你可能分三、四註資金去買 第一註資金 這些位置你可以想一想 但是建議 可能你留下那些二、三註資金 讓它的股價 真的不會跌 大概一毛錢的時間 你才再想一想 甚至乎 如果你想要買一些股票來收息的話 不如我建議你 你也是那件事 不如你健康就想一些 另外 減價9、4、1會好些 因為建行 其實你說 它的派息能否行 都是看一個盈利的狀況 如果你看到一個盈利的狀況 似乎那些羅人股的增長 不特別OK 你看到剛出來的業績的時間 第一個業績 大家都是覺得 增長百分之 倒退少少 在業績方面 但你派息的話 其實沒有前路上 但你那個盈利要先賺錢 所以你說你的顏色是否很吸引呢 我只可以說現在看上去還是一樣 不是特別差 但可以選擇 我選擇 你選擇的 所以你可能分幾處資金 你現在這個位 就算你想入也好 入少少就算 嗯 好 可能見到白蕾食 可能 有些心動 而且細節更好 但愚多人股真的不好背 先聽聽另外一位觀眾的電話 胡小姐 電話旁邊 胡小姐你好 你好 胡小姐你好 你好 胡小姐 胡小姐來的 你好 我想問一下 941 可不可以現在在 49 69 69 69排隊入少少 可以嗎 可以 還有 380 380 可以在甚麼位置再入 我 我遲了一點都會走 嗯 不要緊要 好 380 如果本身升了380 想入的話 先等一等 因為始終 當然市 這一段的時間 以後不衝上來 它的價格也會帶到不少上去 不過我自己認為市 因為始終我覺得市有到這位 我不敢去 不能再升上去 但是我怎樣都覺得市都要整顧一下 所以 780 不要急著 等這個市 可能等它這一回合 可能有些調整的時間 到時你會有興趣 再考慮都未遲 因為始終市升上來 剛剛 就是之前的時間 升太多了 不要這位追貨 但是941 其實甚麼位置買都可以 特別是不少了你 你本身有 只是比較充裕的情況之下 這些價位你可以想一想 還有 吳小姐 你之前不是有些賢富基金的 我覺得 比如現在這些水平 其實你可以想一想 可不可以減 可能先吃一點 因為始終 你可能說的款比較多 所以你吃一點的時間 等市場又回一些的時候 你就再加 但941 你說要賣的話 沒有什麼意見 甚至乎一個市 即是回的話 941有機會 可能會再打上去 所以現在可以的話 可能先排著 下日感在這個位置 它有機會 因為它要買一點的時間 你先買一點 好 多謝吳小姐的電話 388就要等一等 應該還有一位胡小姐 是嗎 胡小姐 你好 你好 胡小姐 想問哪隻顧份 麻煩你 我想問即生 你的股票 9690到尾有貨 我想問哪個價位可以買呢 1269 我的26萬有貨 我想問哪個價位可以交貨 還是交貨 進取營的胡小姐 但若名就不要交貨了 胡小姐 269 讓它彈上去 再想一下減不減 這隻很難玩 而且我覺得這隻反而突然轉 你不要交貨 你真的有些資金 有多餘資金的話 不如你炒其他東西好過 若名真的要看你有沒有幸運 它可以回上去才走貨 因為若名我覺得你加大駐馬 不一定是好事 這隻東西太惡玩了 而且你加大駐馬的話 它可能突然跌5至10%的話 你一定會走貨 那就無謂 如果你現在可能駐車不是特別多 看看有沒有機會回家鄉的時間 試考慮一下 扔掉它 因為若名是真的太難玩了 如果大家有沒有補貨 都不建議大家口 但陶虎 它升得很厲害 但我又不知道 這隻股份 我自己的看法 不是特別OK 所以胡小姐 如果你本身想買短炒 你自己想一想 但我自己覺得 始終它基本面 不是很厲害的東西 我覺得好像車房 好像左一點 是呀 養車 維修 那些算法 那些 市值200多億 我覺得有些會太厲害 我不買這隻 不好意思 所以陶虎不見 你考慮 受後服務 是呀 賺了200多次 真是 那隻269 希望你可以回家鄉 是呀 羊體淡炒也有過 真是厲害 吃了 厲害 對呀 不過你練到半天 可以起床看美股 我都不行 我其實頂著 我一熬到一兩點睡 但我都是看多 邊做其他事 邊看 所以就變成 巴菲達 即是花棍 減時蘋果 有沒有影響 我那天 我四十六晚上 我真的要看著 聽著他 雖然也有人聽我的笑話 即是 那時候 那些錢來得多大 還有 你跟他說話 都是 慢慢 抖一些意志出來 那些情況 很硬的 聽到 其實有一個 那個叫接班人 應該是印度 他講一些話 我聽不懂 但我那晚就聽到 我那晚聽到差不多 點幾天 也有成差不多 我那晚有等於聽 我知道他開年會 我現在有聽 他減辭 不 怎麼這麼說 他有他的道理 即是古臣 還有 其實他不是第一次減辭 他經常住已經有減辭 他也有解釋一個原因 不過 如果你說白一點 如果問我自己的話 說白一點 就是說 我覺得他也覺得是要持有利益 只不過他的量太多 如果你要減的話 不是說他要減 他減得到那麼多 所以變成他也要分批他減 所以你說他減這件事 我覺得他會繼續減 但對蘋果有沒有影響呢 其實我真的這麼說 我想股神的光環 對於蘋果現在 現在這個情況 影響不是很大 因為蘋果現在真的 就算你說 即是這個難船有三分釘 股神你所謂的持股 但那個影響性又不是那麼厲害 反而反而 你蘋果有沒有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令大家眼前一亮 今個星期有發佈會 但是就看看他那部新ipad 好像有沒有一些新的東西 是這樣的東西 所以有蘋果 但是你說賣賣蘋果 我沒有什麼興趣 即他的股份 沒有什麼興趣 有貨是否跟股神減 又不需要的 不需要的 我覺得有貨的話 你等他彈才走 你不需要 不需要跟股神減 除非這個倉庫是跟足股神的 你說我可以追蹤他 那你有沒有話要說 但如果你說 本來不是的時間 你可能等蘋果的股價 彈一點才減 因為你看到科技股的勢頭 現在是七五的時間 又好一點 要減到不少急於一時 楊太正在追蹤你 三八一三八 今天都OK 是呀 升得很厲害 升五、六% 九、八、六 差不多一天高 不過我也不知道他升什麼 他可能有些 可能有些罕報 和上星期幾時 可能最新的 因為他之前我報價的東西 這幾天停了 可能今天工庫班出來 要爆升上星期 因為他上星期五 喂 他上星期幾呢 上星期後停一天之前的時間 都上了去 不知道是不是有關係 不過我最新還沒有數據 不過就沒有了 我也是那句 只要他加一隻八百三 還沒多 兩隻 又猜就算了 反而今天二百八三 好像也下了一些 不過下的又不是特別多 低位都升了很多上來 我都不特別加 不過那個時候 因為真的拿得不多 才可以這樣 又是可以四渣爛 對 電話指數上升 可可暴跌 因為南美暴雨 它暴雨 為什麼不應該升 價格 不懂 金金華 南美暴雨 失收 我不知道價格下跌 但我特別看它的原因 為什麼它會下雨 我稍後研究一下 下雨 不是應該失收嗎 其實是 不過有些人不知道 就是跌到 Starbust 應該也未必會 因為 Starbust 應該是咖啡豆 可能是兩樣東西 都沒有關係 Tony 我知道 SMC 現在是坐到瘋了 你不要說什麼 你可能股價都開了 你看到半個小時都已經坐死你 我那天看到它 半個小時我都覺得 所以現在我自己看股價 看美股 通過體制是自己比較遲高 我等一下加上SMC 我沒有買貨 但我等一下加上去 因為自己太過錯了 因為上次要看看 究竟價格是怎樣 行法價格是哪個科 才行 1299 還可以升 厲害了 1299 升1299 算了 升1% 也估了 就是唯有安慰自己 有得賺 沒有人可以最高位 事實是這樣 有時候說明是短炒 就算了 我一向看得很開 既然都是那句 當日打算是炒的時間 就算了 我剛才也想問 不少說1299 不過算了 太多電話 他沒有問就算了 是啊 這樣說就算了 269 自己決定是賭錢 對啊 不過沒有人現在在喊 你說得對 那也是 當你突然間 古神 他叫旁邊的助手 即是那個助手 等下喊了汪格出來 都覺得真是 但是沒辦法 你想一下 你現在派出了50年的東西 其實這些東西你沒辦法改 特別是當你那個長度的時間 你不經要做這件事 所以有些人都問他的 因為他說 如果你跟Monga 可以多一天相處的話 你有甚麼要跟他說 要不去做 其實你見古神 都是差不多的東西 但你今天見到 其實他跟他 你拋了這麼久 大家做事 看照片他老了很多 他老了很多 所以他那天說話也是 那天真是 他跟他很清醒 也很精靈 但是很明顯 就要再跟他上一年 那時隱身相處的話 他想再精靈一點 他現在多少歲 80 93 93 我還不知道他怎麼交三 他真厲害 是Monga Monga Monga大過Monga Monga大過Monga Monga是99 嗯嗯嗯嗯 對 身體健康 楊太太還要有錢 不要突然半夜起床 原價有883 883 883 原價有 每3% 20元以下 你本身有沒有貨的 你沒有貨的 你可以分住買 都可以的 我覺得中海有這個位 你當他20元邊 這位上升落落 19元 如果你再安全一點的話 19元充一些 他之前落過這個位置後 他上了斜落這個位置後 彈上來 要是你這位加 入少少 19元這位再加 但是自己控制風險 他一住 現在變成1,000元 都要成2個東西 嗯 自己要想一想 我真的要 不是啊 Eric 其實269是 你現在都捉不到去的 究竟是想怎樣的 即只要一天跌5% 翌日又跌5% 即升跌都可以以 可能5%起跳的 你拿著 一貨不多的話 你還可以滑滑 但你拿著多貨的話 說真的 升得好一點 一跌那一下 你真的會害怕的 這些股份 真的不是開玩笑 其實有些股份加重貨 但前提就是 起碼你的股價 起碼不會令你覺得它好錯 你試試拿一隻股份多 可能戰美的報酬很多 你試試它 每天都升跌10% 你一定 一定抵不住 一定就 通常有少許關事 因為他今早早有些消息 黑馬斯 中東那邊有些貼息 可能這樣變成 它的價格又會大一點 Eric 我知道 我今天又看著 內地股市 我都盯著 心承認是保持百分之二 是厲害的 但它一開始已經是厲害的 但開完市之後 它沒有必要怎樣運動 成交呢 大陸的成交呢 一定大了 儲惠我積壓的購買力 六千多億 因為今天不向資金會不會多 今天成交量一定會大 但你可能看看 之後二、三、四的時間 成交能否保持得到 我們的成交我都覺得大 11.600多億 我覺得 你轉回有筆稅 市本身現在的成交量大 但我想知道北海的今天是買還是沽 好像今早一開始都是沽 但現在就不知道 因為今早一開始 你都不是 那個量都未至少很多 硬一點看看怎樣 不過沒有 阿聰上個禮拜已經蠢蠢欲動 做回淡倉了 他現在問熊仔 我會選7500多億 我會選7500多億 因為你7500多億可以手下 是的 不過阿聰 我都覺得 不要有輕舉妄動事 因為始終市 其實你今早 不是很跌得下 是的 跌不下 即是你見到今早市 其實幾次想跌下去 跌得不多 所以就不要那麼急著 而且如果你想跌下去的話 你用這個低位去計算 即是你見到市 可能是穿低位的時間 你才想一下追不追跌 現在不要那麼急著 因為都真的不要那麼急 這些市況太過 即是你看它的那個勢 始終我們不要逆市 這個市其實 我當你調整1、2、8點 或者是再多一點也好 你始終市清太多上來的時間 1、2、8點也沒有什麼 甚至乎 因為你想一下升到2,000多點上來 你可能跌回4、5、8點 都會跌回2% 這樣計算的話 都不會跌很多 所以不要那麼急著 等一會 對 害怕你 對 真的會了 800、300算是買的 是 我真的不知道 有沒有更新的 之前有 不如今次有沒有公布 都不知道 可我炒完 炒完都沒什麼所謂 很多人玩可可 我們上次去分行 都已經有很多人玩 但這些雙分期貨 真的要很熟悉的行程 因為本身這些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 可能是某些月份 其實本身是傳統的淡貴 可能那些情況 可能沒有成交 或者成交特別少 但可能那些情況之下 可能國家有時候有些波動 但如果你不認識 可能是損失了 那我真的會慘 是啊 涉獵多一點也好 認識一下 認識一下 但這些相關期貨 因為太多太雜 太多 真的很多 變成你要 除非這些人很有興趣 如果不是的話 這些其實你知 可能只有一個 只有G字 是啊 我還是投資炒 還是不計算 是 差不多了 11點 646這間我是 算多了 是啊 我收貨 因為定義了成交量 一定會多 而且跌不下去 你讓我有一個憧憬 我也有害怕 我怕它的效果 它跌不下去 但也這麼說 它又叫它淡 再淡上去 其實看到 今早上的時間 都是重重欲動 開始想衝上去 但A股大 又說雙湯 雙湯今早 5% 它跌過 接著又淡上來 但是這樣算 其實現在 你見到是磨一磨一磨 磨一磨一磨 這些 你博不博 是的 等A股再夾高 我會 A股再夾高 但是A股再夾高 A股今天算是 但也沒有太大起時性 因為它真的剛剛服事回來 而且星期它也多 它也開始會公佈 有些CPI 星期六公佈 變成一隻 有無的 最主要是看看市場行不行 楊太的票房 比我想論中 其實算是這樣的 要6千股 883 想再加 不用急 有貨就不需要急 有貨就不需要急 Andy 記住一件事 我本身不知道你持倉的數字大不大 整個成果 成果的成果大不大 如果你說本身不是很強的時間 你再加都可以 但因為 如果你的成果本身 可能你不需要很大的時間 加多4千這樣計算 你變成那裏成萬股 你要加一條數 你加一條數 接你那個報告多不多 你要想起這件事 因為算你幾樣東西 現在的883 它可能 你當你摘半支3也好 那裏是6毫多指 你加一萬股就有6千多 那你也想起這件事 知道嗎 即使你要加這些數 變成是要 先 大陸那些假期數據不知道呢 數據好像出入 出油數是不差的 國內油還是甚麼 還是國際 國際 不過你基礎低 你上的基礎低 那數據就很厲害 但是又沒甚麼 你看到航空股 今天好像又是 沒甚麼特別 沒甚麼特別 但跟我們說的時候 亦都是沒甚麼特別大爆彩 是啊 今早是525瘋了 525瘋了 525瘋了很多 961也有3% 但是那個票人收 我都覺得其實沒甚麼 楊蟹 所以就是 孖眼 不過孖眼 這隻真的可以 出了一個很自然的 嗯 即是今早早呢 他曾經一次錯過 星期五 跌很多的 那一刻我都覺得 嘩 甚麼了 跌那麼多 當然不是第一次的 他通常突然間 股價都是可能 出一些消息 很壞也好 波幅也很大的 但是這隻真的 沒有 都是有一大陸 盡量夠減一下 沒甚麼 嗯 阿聰 他完成了回購 但是應該可以 下一次中期業績 會宣佈回 再 可能會加碼 就是他剛剛現在過 他剛剛叫他 這一季 應該說他資源總部出來的數 解決了 會夠了 但是這些行業 都猜他可能下一次會再加 周遲到再加碼 所以就是 如果你說回購股份的話 應該是沒甚麼 還未穿到70元 甚麼 就是5號 5號 還未七字頭 算了 等著 他和第九寫一樣 194170元 有一個魔咒 等著 等著 沒甚麼 他現在又會派甚麼 對呀 剛才人太 短差是一流 因為他波幅大 但是真的要硬盈手法 希望下午市場可以再上一點 現在有市場 1845樓上 是呀 是呀 一個半週可能也有800億 成交 不足氣 不足氣 不過A股真的都是1-2% 好像沒甚麼大變動 沒變化 不過今天說了梳哥 股價都是弱一點 不遂猜 我未有信心 未夠信心 好吧 這次和大家一起在這裡 好 這次和大家聊到這裡 Sandy有沒有持有 上述的口訊 有 當然 辛苦了 謝謝Sandy 詳細分析 待會後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待會後再見